來 楊老師 李佳芬這個論述是在傳達什麼 他在想什麼 他不是在指責某些老師 在課堂上教什麼 他是指責民進黨執政的政府 他講這個政府執政的時候 然後國家有這樣子的政策 他覺得要推翻 所以教育部才出來澄清 他認為就是已經列入課綱了 他認為就是課綱教材 講得那麼明白 而且還直指小三教什麼 小六教什麼 他自己還是辦學校的人 如果真的有小三小六 那他為什麼 他自己的學校的課本 拿出來看看不就好了嗎 沒錯啊 這是擺明了造謠啊 我覺得教育部 我有的時候覺得教育部 是不是太縱容了 就出來澄清沒有 他應該去控告李嘉芬 這是毀謗嘛 這是很明顯的不實言論 今天如果有人講某一位老師怎麼樣的 那是他的個人對於某些教學方法的一個評論嘛 不是李嘉芬在一個競選的場合 批評的是民進黨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民進黨政府不會在教學現場啊 帶頭作亂 民進黨政府不會在教學個別的問題 回答個別同學的問題 民進黨政府只會對課綱教材要負責任啊 課綱跟教材小三小六 沒有李嘉芬所講的這個狀況嘛 所以 而且另外我覺得提醒啦 如果老師真的在課堂上說他有運用所謂的不當教材 事實上老師他會受到教師法的約束 他不是不會受到限制 包括很多老師他其實不自覺在課堂上開黃槍 你知道現在最近其實就有案例 特教言語性騷擾 嚴重程度其實有老師就是因為這樣被解聘 那我的意思是說 並不是說好像老師事實上在教導 這一些他都要很小心 有沒有觸犯到界限 因為他會有實際會跟他的工作 其實是有相關聯 那輕微的他有可能也會被懲處 比方寄生計 寄過 學校是有這樣的手段跟方式來 如果不是事實的話 老師們小三或小六 聽到李嘉芬這樣的一個論述 他們的反應是什麼 我覺得應該是回來就是教學現場 如果他要很單純的講說 學校有提到這個 有學校某個老師 可是我就會真的建議 你就講到底是哪個學校 哪個老師 再來一個很重要 你要回到那個老師的教學現場跟情境 我認為這樣才對 性別平衡教育也好 對這個老師來講 這才是公平 我已經講 如果當我們在審酌個案的狀況之下 發現這個老師真的使用了 所謂的不當教材 其實老師是有相關牽連 他會有他自己屬於教師法的約束 所以兩天了 楊老師 李嘉芬對這樣的言論 教育部長都站出來 各方也都打臉了 不嚴重嗎 他到現在我沒有看到他進一步的反應 甚至韓國瑜的反應 他們會講 他們就不會道歉 他們也不會收回 只有選民會給他教訓 我覺得選民啊 我想 我用很簡單的選民 就是所有小六小三的家長 數十萬的小三小六小學生的 那也有老師 當所有全國小三小六小學生的老師 聽到李嘉芬這樣講 大概都會嗤之以鼻 因為這些人都非常清楚 自己的孩子受到什麼 因為這些爸媽媽會看他們的教材 會了解孩子們受到什麼樣的教育 然後主要的老師會知道 他們教的什麼樣的教材 什麼樣的課綱 他們都會反彈 他們都認為李嘉芬在造謠 在污蔑小學的老師們 所以這個是他們最大的一個 你要曉得他講這些話的目的 其實在動員 因為他所舉的例子 是當時有一些極端的反同人士 他們所提出來的一些錯誤的信息 謠言式的訊息 他就用這些訊息來動員這些 原來反同的群眾 所以未來的 這可能會成為第一夫人 他的知識是這麼淺薄 你認為同性戀是這樣子 你認為兩性平等教育的意義 是這樣子 叫做叉叉交 叫做性叉叉 叫做性叉叉 更多的對於現在政府政策的仇恨 現在政府政策的敵對 他們現在對小三小六這樣幹 我們還容許他繼續執政嗎 就這樣子的態度